一个陌生男人站在王莉的面前 让王莉喊他爸爸 还说要带着王莉去看病 当时王莉感觉自己等来了救星 在去诊所的路上 王莉紧紧地跟在爸爸身后 走了一段路 爸爸突然停了下来 王莉的身体越来越差 刚开始还能走 能动 后来连站都站不起来 最后吃喝拉撒都要靠外婆照顾 王莉感觉自己每天都像被烤在火炉上一样 一天一天地熬着 直到有一天 王莉发现外婆走路是一瘸一拐的 就问外婆 外婆 你的腿怎么了 可是外婆死活都不肯说 后来还是从邻居那儿才知道 外婆背着一大捆的柴 下山在路上摔了一跤 听着外婆晚上疼得是疯狂 王莉多想照顾她呀 可是自己却什么都干不了 那一宿 王莉没合眼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哪怕为了外婆 自己也不能再这样坐吃等死 不能一辈子躺在床上 做别人的累赘 爬楼梯 是她迈出的第一步 王莉和外婆住的房子 是那种两层的楼房 王莉就这样 一个台阶 两个台阶 三个台阶往上爬 坚持了两个多月 她终于第一次 爬上了二楼 就在十四岁那一年 王莉离开了家乡 去了广东 开始在大街上卖畅 虽然这么多 但她靠自己的能力 养活了自己 她活得很骄傲 哪怕她曾经被人当作怪物一样吓死 被爸爸抛弃 被医生吓过死亡 空蝶 但是今年 她已经二十四岁了 还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当初 她没有放弃自己 这一切都会被人当作怪物一样吓死亡 这一切都会被人当作怪物一样吓死亡 这一切都会被人当作怪物一样吓死亡